选战倒数第二天 国民党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 24号一早从秀林乡最北的和平村 一直到最南的闻蓝村进行扫街拜票 而支持者也自发信者跟着车队 共计有300台来向秀林乡们进行肯托 而11月26号票头1号秀林乡长王玫瑰 来延续秀林乡六大幸福政策 国民党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 24号早上7点半 就从秀林乡最北边的和平村 集结车队来进行扫街拜票 包括崇德村、富士村、秀林村、秀林村、金美村、家民村、水源村 同盟村和和人村9个村 来向乡亲进行肯托 走到之处都有乡亲准备变跑来热烈欢迎王玫瑰的到来 我们打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表示四年前在乡亲们的权利支持之下 让他为大家服务来破坏秀林乡六大幸福政策来推动 包括数位福利、全乡部落美化新风貌、农业产业道路等等 就是要让乡亲有感来照顾乡亲们 而这次需求连任恳请乡亲继续支持他 来为乡亲服务 山坡的部落的徒步的拜票活动已经到昨天结束 在这感谢所有的乡亲给美贵这么大的支持 那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车辆拜票活动 那我真的很感动 所有乡亲都自己主动来参与美贵的车队 那我想这四年来美贵在推动所有的社福建设产业 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各项部落的事务 我相信乡亲你们都有感觉 也有感受到秀林的成长跟进步 我想在这里还是要拜托各位乡亲 如果美贵能够延续推动这样的工作 我想我会继续延续深度的来去推动 我们的六大幸福蓝图 所以在这里肯托我们各位乡亲 11月26号一定要支持1号王梅龟 我在这里肯托 在这里肯托 由于平时王梅龟都在部落 请听部落的兴盛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与大家互动相当的良好 远远可以说是一几磅 原本有70台车了 一起来扫街拜票 由于族人们自发性 跟着王梅龟 共计友上百台一起来参加 来全力支持 王梅龟表示11月26号跳投王梅龟 让他继续为家的服务 记得99.99.99到 王梅龟